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也在等啊 對啊 所以說 再次 還給你 按這個按鈕 你繼續按下去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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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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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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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分局已自担局發災案 文救護車資警號不立即避讓者 將儲汽車駕駛人新台幣3600元罰款 並吊銷駕駛執照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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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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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話 讓我看看 不要 后方行车记录器拍下 内侧超车道救护车从后方追上白色轿车 尽管已经闪灯明底 但白色轿车就像开在自己的世界里 仿佛没有听到明底声 一路为离让救护车 而从前方的记录器可以看到 在驾驶的左前方 白色轿车就在救护车前方 丝毫没有要变换车道 让救护车先行 但当时救护车救人紧急 只好抓准时机 先切到中间车道再切回内侧车道 事件就发生在4月27号下午3点 国道3号南下220到223公里处 画面在网络上曝光 有网友认为既然交车不让道 救护车可以自己超车 但有人回应救护车在运病患 变换车道容易造成车体摇晃 影响伤患 只是过去也发生过 国道上救护车被BMW挡到事件 经查属时已规定 可能被开罚3600元罚还并吊销驾照 不让救护车不止伤了荷包 万一还害病患 延误救治 谁该负责 我有拉警报就是请他让开 要闪灯 结果他也是不会锁动 我有拉警报就是请他让开 要闪灯 结果他也是不会锁动 就是持续的开在内线车上 长在我们救护车前面 连旁边大车也一直在按喇叭 因为家属刚好坐在副驾驶座 他也是在一直讲说为什么大家都要让 你们救你这台车不让 家属刚好坐在副驾驶座 他也是在一直讲说为什么大家都要让 你们救你这台车不让 这台车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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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哟哟哟哟哟呀 お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尿有你 飞吧 gearsyrm 猿猿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嬷因為他當下血量滿高的、180級 所以他狀況就是滿虛弱的 那我的判斷之下就是要趕快立即送一載 小小巷弄 小小巷弄那個車子跟摩托車在那邊來去去 我第一我沒辦法往前移 然後只能拜託他 因為他的車子也沒有熄火情形之下 我在當下判斷就是 他移車是最快的 就是跟他講 然後聯絡他到來移車 大概花了大概有兩三分鐘之久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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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